凯米西台那么造成呢 这个致灾性的降雨现在持续 甚至今天在整个新竹以南地区 要特别提醒了这个紫暴的情况 在台米台风是在宜兰的南澳登陆 那么今天清晨在投影云行屋出海 在凯米越过了山脉之后呢 整个西南窃楼的降风轴被带上来 所以当它带上来 虽然台风现在中心已经出海离开 但是中南部重头戏是今天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带来了 强风好雨的情形 还是要提醒在这个台风目前呢 在持续往大陆福建这一带要来登陆 那么但是呢在它再离开过程当中 现在雨的状况还是十分的明显 那么再来看到在整个云林的台七八线 有淹水还有加以的巴掌溪液堤 另外在南头的庐山 喜好在庐山地区呢 也早早就已经撤离了 还有在宜兰 宜兰这回累积雨量特别包含了 大同乡 太平山这边 好这边也是水下的这个连续 已经累积有上千毫米的累积雨量 你可以看到在宜兰的原山七咸村 同样水都已经淹上来了 那么宜兰的台七甲发生土石楼 宜兰南澳十三人 险困还有南投东浦村成了孤岛 另外在台南高雄桥被淹没 以及齐山西暴涨急风桥 好可以看到在这边还有印尼的货轮 在屏东搁浅了 说到屏东也要提醒大家 虽然屏东的部分是脱离的暴风圈 但是在这个位置的关系 屏东目前雨呢 从今天入夜之后 一直到目前雨都还在持续的下 那么凯米带着是惊人的雨量 不只是整个东台湾 甚至在西半部经历微下 水库是灌饱饱 在宜兰就有多处淹成了一片汪洋 首先来看到在原山乡的七咸村 24号开始就淹水了 民宅一楼泡在水里 居民赶快跑上屋顶来过夜 而且到了今天水都还退不去 而另外在壮围的美孚村 更是淹到马路稻田都分不清 路面跟河道呢 都已经是看起来是一片 那么甚至也吹起了浪花 房子已经像是在海里一样成了孤岛 浪一波波打来海面上 怎么耸立着一座房子 仔细一看这里尽是农田 开明台风过后成了一片汪洋 稻田马路淹成一片 房子成了水中孤岛 车子卡在路中央 宜兰重为美孚村 变成了美孚海 但惨的不止这里 原山乡七仙村也是淹到马路农田分不清 水淹到脚踝居民向回家只能冒险涉水 居民家当更是全部跑堂 家具惨泡泥水从24号晚间淹了整晚 居民惊吓逃到二楼 但隔天早上还是退不去 屋内被大水冲到面目全非 漫步黄泥 看着还有东山乡五渊村 且东路水方道路一大早还在淹大水 马路成了河道 居民想出门拆卖 只能穿着家教托涉水而行 但这路走一走就要走进水池 而东山乡珍珠一路也惨淹一片 狂风暴雨还在间歇持续当中 但三星乡前一晚就已经淹到居民崩溃 居民穿着雨衣雨鞋出门根本没用 水淹到膝盖连车子也快泡汤 甲园成了水上乐园 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大同乡南深部落 晚间马路泥水滚滚 竟还有整个水塔被冲走 顺流而下居民看傻眼 还有人被困住 只能靠着消防消停救援脱困 开明狭败惊惊人浴室 一来一片睡生则果 居民叫苦连天 记者林一森李琪黄玉兰一览报导 好 再来看到是云林 云林一夜呢 狂风暴雨的零子段路面 水淹半个轮胎高 还有驾驶呢 不怕抛锚的风险 把自己的车 直接当成了潜水艇来开 硬闯过去 另外也有溪水暴涨漫延 从高处往下看 一片汪洋 淹水高度最深 甚至来到了胸口这么高 到路程黄河滚滚 脚车却向潜水艇 硬闯心事 车头都被积水淹过 水深半个轮胎高 还有车辆没那么幸运 抛锚卡在路中间 等待救援 开米台风发为云林一夜 狂风奏雨 斗南拎字段 路面严重积水 另一头溪水暴涨 从高处往下望 一片汪洋 大水关键工厂民宅 最深甚至淹到胸口 另外还有工厂作业人员 来不及撤离 消防出洞 橡皮挺救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淹水的 开米台风带来强烈雨势 彰化 浊水溪暴涨 清晨四点多 两名保全驾驶巡视灾情 没想到溪水暴涨 来不及逃离 受困沙舟 消防立刻调派 大型怪手 到场救援 惊险万分 至于彰化大城 浊水溪暴涨几乎溃体 淹过堤防 彰化顶庄村及台西村 更1400人 紧急撤离与老天搏斗 记者综合报道 那么凯米台风带来的 狂风雨狂灌了高频地区 现在部分地区 已经破千毫米了 有泥流灌进了 美术馆的豪宅区 地下停车场 住户组成一整排的人墙 希望用人肉来挡住泥流 但是事实上完全没有用 现在地下室成了池塘 车辆全部泡在水里 还有岡山的嘉兴里 马路也乘了淋流 有多数 有这个多量的汽车 那么驾驶是冒险的 想通过 结果进水抛锚 高雄美术馆豪宅区 超狂泥流 灌进地下停车场 地下道变泥流 住户组成人墙 却完全挡不住 地下室变成池塘 大雨大雨一直下 简直没完没了 岡山嘉兴里 马路变小河流 汽车减速迈行 依旧见骑海坡浪 乡骑车没得怕 硬闯结果凋车 驾驶找来朋友帮忙推车 全身临时超狼狈 另一辆轿车驾驶 不敢发动引擎打开车门 把车推到高处放 有一次发动 那个也泡水车了 清晨4点多 暴雨灌进高雄地区 累积雨量超过1000毫米 民宅也泡在水里水深道脚踝 早餐店还照样营业 等一下桶子丢走了 市区降楼道至少水沿半个轮胎高 水面上漂流一堆杂物开车 就像在开障碍塞 大树旧底角附近道路 地势低洼水深超过1.5公尺 轿车直接灭顶 岡山区的复兴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雨势还是非常的惊人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排水 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瀑布的状态 岡山复兴路变成黄沉沉 泥水路完全无法通行 闯进去恐怕就会抛锚 高雄美术馆豪宅区 外面整条道路泡水 马路变水路 汪洋一片超离谱 路边车辆全泡在水里 紧急拉封锁线静止进入 台南仍得交流道 水深以来到25公分 只好先用三角锥当标线 以免发生车祸 但大水还是灌进加油站 加油岛变成孤岛根本无法营业 长烟啊 长烟喔 对啊 高平地区累计雨量灌破1000毫米 尽管已经脱离凯米暴风圈 但外围环流加上新来气流 依旧可能出现大豪雨 不能掉以轻心 记得侯夫人赖官张黄旬 王书宏高雄台南报道 嘉义市区的胡子内陆 因为地势低洼 大雨下了一整晚 水淹半层楼高 居民赶快来到二楼 救难队员是开了橡皮艇 划船进去救人 但是在巴掌西暴涨 抽水的速度跟不上一楼 那么水流往旁边两个村 导致有十位的村民受困 而另外在嘉义的中和交道 也因为大水淹没 看到的只是路牌 有民众干脆直接把车 当成了潜水艇 直接穿过去 橡皮艇沿着嘉义市区 缓慢往前 地势低洼区水位 淹到半层楼高 在路上得开橡皮艇 在黄湖路段 已经疏散十个人 凌晨一点多暴雨 旁下居民一夜不敢睡 到白天才发现 家具全被大水冲出家门 几点开始摁起来 在外面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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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米台风在嘉义带来强降雨 结果巴掌溪水暴涨 如万马奔腾 抽水速度跟不上易流速度 连带临近巴掌溪的社区 也因为志宏池水满 排水沟的水溢出水面 左右两边的柳新村 跟易兴村全淹水 我热当然喜欢热 没有几点都没睡 没有 都没睡 水的都没 那汽水到哪里有进来就好了 那汽水到哪里有进来 那汽水到哪里 现在来我从来的汽水 三四点的时候有民众 就传来给我说 他们里面都淹水 比去年还要严重 更加严重 水淹一层楼居民只能躲二楼 易兴村受困十个人 但在中河交流道东西 向快速道路28.5公里处 汽车泡帽在交流道 往两边看标识牌全泡水 大水直接淹掉快速道路 慢慢的起来起来起来 大概晚上两点吧 不关快速道路 在中浦的社口村居民 凌晨被水淹洗 他是从外面淹进来 然后我们的摩托车 也已经淹过一轮了 对 来不及迁去高处 而且就是外面 到后面之后就整个涌 二十四号晚上十一点 开始淹水水淹一度到小腿肚 结果水退了流下满污渍泥巴 另外嘉一路草的后绝村 汽车看到前方淹水 把车当潜水艇开过去 因为南京大排吸水溢出 结果村子受困四个人 通报橡皮艇支援 四点快五点 还有八万岁里面 还有人能受困 然后进去 台风带来庞大雨量 台南南南华水库 蓄水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六 逼近满水位也进行调节性放水 壮观画面却也让居民 为这个台风带来豪大雨 感受水淹加园 惨不忍睹 记得侯国务赖冠章 宋佩晨林智慧 加一台南综合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aw Your Care